喂,你跟郝隆斌也非常的熟识 你有看过郝隆斌这么样的生气吗 还有,你说真的 对于柯文哲来讲 会羞狗聊了 老杰哥,现在郝隆斌十年的愿意 一次左勾拳,右勾拳,上勾拳 三拳都来,对不对 北市科,台志光,然后呢 还有一个是金华城 840%荣基率 所以你要知道,民进党的立委 现在蓝绿夹几 郝隆斌出手,民进党出手 送官送帝,送荣基 他就讲柯文哲啊 送官,送帝,送荣基 送官,送什么送官 这事情为什么复杂 因为跟吴欣盈有关 你想想看整个过程 2019,2020,2021 吴欣盈2020就已经排民众党 部分区立委 后来才地不散 可是早就排了 结果这块地 17,18,16 观众朋友,我再一看就知道 很清楚 因为这几个地 如果这个角度看起来 17,18还比它更大 那观众朋友,我们负责跟大家讲 16跟17,18 18加起来比16还要少0.6公顷 少0.6 对,但是问题是 这一堆堆 两堆堆 三堆堆 今天黄山也有讲话 因为社会各界都质疑了 好龙币也出手了 叫他回答 黄山讲说 李四川 他也讲说李四川 讲的东西很可笑 他说你根本讲错了 我们是用高标 不是用低标 但是观众朋友 高标可是低价 你的价格怎么这么低 我现在跟大家讲清楚 黄山讲说 这块地本来是一起卖 不是一起卖 一起招标 招商 那16,11,18 2019年时候要招商 没有人要来 那怎么办呢 因为当时是 升任地上权50年 后来我们把它修改一下 把它变成地上权 70年可不可以 还是没有用 所以一整块没人要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把它拆开 变16,17,18 那你看 今天黄山跟大家 把底价讲完 我看了以后 确实是还好 因为他说T16 它的底价是多少 你有没有看到 T16底价是45亿 对不对 45亿 然后呢 17是21亿 18是14亿 原本三块加在一起 是80几亿 有没有 86亿嘛 那三个拆开以后呢 就四十几亿 然后呢 14亿 20亿 加起来81 看起来还差不多 可是保险跟问题 刚刚包含了 宇轩包含 同事要在跟大家讲 真的是这样吗 你看T16是45亿 它是底价 可是底价在整个上次 也没有人知道啊 除非有人知道 所以现在解数被讲了 后续会有问题 第二 你的底价是45亿 可是最后 你看到底价 45 21 14 对不对 我这边做个表 来观众朋友一看 就清楚了 绝标最后 人保是81亿买啊 但是你这边17 18跟它的底标 是不是差不多 差不多 对 21亿底价 然后呢 它28亿绝标 14亿底价 然后16亿绝标 16亿 这边45亿底价 81亿绝标 所以你就知道 我刚刚讲 它两块地差不多 不是 而且我看不懂 你说它其实16 17 18 17 18 加起来跟16 其实差不多 对不对 只小一点点 可是你这一块45 你这两个加起来 35 就差10亿了 对 又差这么多吗 对 所以连底价都已经差 差0.6公斤 有差这么多吗 差10亿 底价差10亿 绝标差了快40亿 所以李四川会这样讲 你还要大家解释 讲说哪有 乱讲其实差不多 没有 底价差10亿 绝标差了快40亿 那问题是人保 在讲说 那我是怎么了 我今天 你跟我讲要医疗园区 对不对 他人保那时候还去找了 他不是只有他自己而已 他自己还去找了一个 康书 康书科技 算是他应该相关的企业 但他医疗的 智慧医疗就要含进来 北四科士林这块 现在很多人 我要个医疗机构 所以人保是按照这个状况去做 而且标了以后 他的这个溢价 也到81% 所以底价是45亿 可是呢 他是用81亿绝标 好那保健哥 你把它倒回来看 既然是这样 那为什么这边 开的底价跟最后 大家都起货可居嘛 大家把价格往上去 为什么这个没有 这起 这价格的问题 第二 因为你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2019 2020 2021 吴欣尹后来还当了 柯文哲 总统选举的副首 可是他不是只有当他副首 他往前推 2019年就已经排出 他是部分区立法委员 对不对 所以2020年那次 他已经是部分区了 现在你看这个画面 是选总统副首 可是早就已经是了 所以才叫做送官 送官送帝送荣金 他意思说你让他当副分区 后来还补上部分区 还当副总统候选人 送帝 他说你这个帝 让星光仁寿弄这两块地 好那问题来了 仁宝他现在计划是2026 就把它盖起来 所以早就已经大兴土木了 但是你看标到 2021标到了 对不对 绝标价在这里 28亿加16亿加起来 就44亿 他标到现在2021 到现在2024了 三年了 还没动 好像是还根本没有动 还没动 那为什么仁宝标了 花了80亿 标了以后已经盖起来 那你这边为什么都不动呢 你后面想要做什么 我不知道 所以叫送帝 那送荣金讲的就是金华城 金华城840% 兼朝员都已经今年1月就纠正了 你怎么可以给他 那么高的荣金率呢 然后台智光是已经讲到 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你是母约 我是子约 可是你说我签母约 签了这么多年 我违反了这个 所谓相关让台北市 这个没有得到利益 但郝龙斌今天跑出来 所以为什么郝龙斌生气 宝标哥 郝龙斌私下跟他朋友讲 我被客户者羞辱 消费10年 我都没讲 一定到我讲我五大案 但是你说我 连台智光都要推给他 才会不忍 所以郝龙斌最近为什么 跑出来讲 今天为什么跑出来讲 他跟大家讲说 我台智光当时签的时候 我为了他拉那个CETV 叫警察局 有那个讯号 我早就定好了 虽然他这个台智光 不是中华电纪 因为他自己拉 我没有钱 可是我有讲 你的价格不能高于中华电纪 还要低于95% 可是你明明知道 我的母约在这里 你怎么没有拿给市民看 你告诉我说 我签了母约25年 我害了台北市 可是你后来签的价格 比我定的母约的要求 还要更高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 你为什么在2017年签下去 他要问柯文哲 可是柯文哲没有回答 所以包含了 可是柯文哲已经讲说 因为我被你母约绑住了 我被你母约绑住了以后 我如果要解约 我如果解约的话 我不可能容忍 我这些所谓的这些设计 录影这些东西空掉 台北市不肯出现 这样的空窗期 可是今天好龙斌讲说 我就算是按母约执行 也没有像你柯文哲 定的这么贵啊 所以重点就来了 今天你可以质疑说 为什么好龙斌当时 不找中华电纪 要找台智光 OK 大家可以讲 但是你既然质疑他这个 而你后续又签了那么多紫约 你的紫约还违反了母约 你支持他的价格 高于中华电线的情况之下 他要问柯文哲 你为什么台智光 你的紫约违反母约 签的钱更贵 你为什么金花城的容积率 被监察员纠正 你840% 你为什么北市科的用地 居然是跟你有可能 利益相关的星光集团 然后他的价格 绝包价还比T16贵这么多 人保是增下来吗 所以连李四川都出手 现在有郝龙斌 有李四川 有简苏培 有明记长议员 左右勾拳 通通来 柯文哲他必须要接招 所以这对柯文哲有这么伤吗 连你都觉得伤了 我觉得啦 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都剧成 包含黄珊安的这个脸书 我也给大家看 黄珊安有解释 你们都不懂 但问题是 孙昀姐写的是 他底价 你今天底价一看 觉得没有差很多人 你会把绝报价再跟大家讲 所以既然 这一块T16 第一个我觉得光你的底价 我就不合理了 你没有差多少 怎么一个45亿 两个加起来35亿 他有讲 他说因为T16是三个汤 所以三个汤比较贵 可是过一个三个汤就多10亿 然后这个可以可受公平 但至少有解释 但是我要讲 三昀姐这篇文章 没有告诉你 底价之外 绝标价 既然一个45亿底价的T16 最后绝标可以到80几亿 80 快将近82亿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时候 你T17跟T18 如果按照T16这个方式来做的话 是不是其实基本上 台北市政府也可以拿到更多钱 所以你要看 他这边今天黄山就跟大家讲 他说这个东西都是公开竞标 我们没有人说他没有公开竞标 可是今天李四川吃水会出手 刚刚我也听到说 我昨天也觉得 这地上全都踩公开竞标 这没什么好讲 可是为什么公开竞标 兼星光 只有一家 对 所以重点在这里了 保健哥 今天黄山讲说 为什么T17、T18 不是用最低价 不是 他不是用最低价 他都是用最高价得标 但是只有星光去 T17、T18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T16有四家来标 可是T17、T18 只有一家 星光人寿 然后T17、T18 星光人寿 因为刚好在隔壁才能比较 如果你说一个在40 一个在南港 都没有办法比 假拼低 就这三块地 这块地45亿的底下 80几亿标出去 为什么这两块地 就是加起来大概40几亿 也就绝标40几亿 大家就会去质疑 所以他在问你 如果你按照一样的方式 还有保健哥 除了钱之外 这个是要有资格审查 而且还要有计划书 但是T18却不用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不见得是有什么弊案 可是大家明显的可以发现 刚刚所讲的三大案 我不要讲弊案了 三大案 台志光 还有金华城 还有北市科 现在虽然柯文哲 已经卸任了 连续蓝绿的左右勾拳 柯文哲现在 请我们百个欧脸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 报内幕 话题不设限 我是张道合 周一道中 观点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赶紧来上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